大家好 今次这段片会教大家如何在Google Classroom 与你们的学生进行互动 进行互动的主要方式有三个 第一,在Stream上张贴公告 可以张贴一些重要的消息 又或者与学生展开讨论 第二,可以向学生发问短答题去收集学生的意见 或者针对某一个主题去表达他们的看法 第三,可以建立投票 导师也可以即时见到学生投票的结果 首先,我会教大家如何将贴公告 我们要去Google Classroom的Stream的页面 在这个页面的中间 你会见到有Share with your class的按钮 当你按开它,你就可以输入你想分享的内容 你可以留意一下你所分享的对象 你选了的是1A班房的全部学生 如果你就是想个别分享给某几个学生 你可以选择特定的对象 在这个位置,你可以向学生展开讨论 例如,你想向他们发问 除了文字之外,也可以拆入附件 你只要按左下角的Add 你就可以新增附件、连结、档案或者YouTube的影片 例如,我今次想新增一个Wikipedia的连结 我只要Paste连结下去,按Add 就可以出Post了 那么多学生阅读完你的问题 就可以在下面留下Class Comment 互相讨论 第二部分就是大家如何提出问题 方法就是要去Class Read的页面 然后按一下Create 这次我们就不是要出功课 而是想向学生发文 所以就选第三个Question 题目的类型有两个 第一就是Short Answer 第二就是MC MC除了用来做问答题 也可以用作来投票 那我们先示范了 如何可以出一条Short Answer的问题 例如,我们今次想向学生发文这个问题 或者有作学生学习 我们除了纯文字的问题 也可以拆入一些多媒体的内容 那我们按这个Add这个键 就可以加入一些附件 那今次我就试试加入YouTube的影片 输入一些相关的Keywords 就可以搜寻到影片 不需要预先下载 然后按Add 我们还可以选择一下 学生可不可以互相回应大家 以及可不可以 递交之后更改答案 设定完成之后就可以Post了 第三就是教大家如何建立投票 方法一样都是去到Classwork这个位 按Create 然后去到Question 不过今次就不是Short Answer 而是MC 举个例子 我们想选出下按的班长 然后就可以在下面 列出几个可选的答案 设定完成之后 就可以按Ask法文了 当学生完成了投票之后 老师可以即时见到结果 方法就是按一下投票 就会见到有多少个学生 为投票选出什么 当你按一下Fill question 你就可以见到哪个学生 选了什么答案 而在学生眼中 他们只会见到投票结果的分布 以上的影片 Cover了Google Classroom 基本的使用方法 希望帮到大家 如果大家还有疑问 欢迎大家去到Classroom Help 尋求协助 多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